George, 我想問你,作為隆藏心理學家,有沒有試過生無可戀的感覺? Cayan就見很多了 Ophelia, 我想問你, 你有沒有試過生無可戀的感覺? 當然有, 不然也不會這樣問 是怎樣的呢? 我就覺得好像沒什麼動力 好像做所有事情都沒什麼動力再做下去 或者可能覺得很多事情都沒什麼意思 為什麼要繼續捱下去呢? 那個狀態是否通常有些事情失戀或者失望有關? 是的, 可能有些事情不成功 或者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 最後原來和事與願為 那種失望可能覺得很大 我想我也是 最心無可戀的時間都是 你有一種期望 無論是愛情也好、事業也好 你覺得應該是這樣的 我盡力就應該有什麼回報 又或者跟那個女生應該沒問題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這種我們對現實的失望 就是令我們心無可戀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說起來好像很老套 但是都是一種期望 我們對人生有沒有設立的期望 而在期望裏面 我們又可以有一種心態 我們覺得 是, 不一定會行的 但是我都願意盡力做 你有沒有試過有些情況 你覺得有些事情不一定會行的 但是我都很想盡力去做 試過會成功的 會成功的 是有些什麼 讀書 讀書 我一定要做到這樣才值得開心 一定要別人這樣對我才會覺得好 但是其實每一次我們去做一件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你做的當中有滿足感 有一點點的成果 也都可以有一種 自己覺得優越的感覺 支持自己做下去 千萬不要因為自己的期望太大 就玩死了自己 記住自己 其實可能有些開心的時刻 或者是開心成功的時刻 就算有心無可戀的感覺 可能要記住 曾經有些難關過 就是這樣嗎 其實最心無可戀的時候 最重要是不要藏自己 我們每次一失望 一有期望和現實的落差的時候 最厲害就是縮起來 或者是逃避 逃避有很多方式 即是跟朋友對著走 唱歌 灌醉自己 又或者是跟自己說 其實我不喜歡的 沒什麼特別 我想 對 這樣真的經常都會 做不到就算了 我不是這麼自在 是是是 Denial 對自己誠實 要知道 我真的很喜歡 覺得很重要 但真的做不到 也要知道 心無可戀的裡面 我們是很狹窄的角度 只是這件事我做得不好 然後將這件事 generalize 我整個人生都不行 你知道 人生還有很多的東西 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還有我經常覺得 最重要的是 如果一件事你夠喜歡的 那你幾多失敗 你都不會讓自己卻步 最重要找到一件你夠喜歡的東西 包括一個夠喜歡的人 好奇 人是否容易些 人是否難些 難些滿足 那也是 好奇妙喔